9月16日凌晨有媒体爆料 大范冰冰失陪当天李晨求婚成功 最后李晨和范冰冰同时更新微博去组 李晨写道 我们永远 范冰冰说永远永远 很快回到网友经留言送祝福 在众多祝福中 晨慧最凭眼 直接拿解道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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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们 太棒了 激动之情 武士最严 看来李晨真的是张罗哥好兄弟啊 说起李晨和范冰冰的烈日经历 其实很幸福 2014年3月13日 范冰冰赛与李晨和范冰 听二人终于合作了 这面中两星期的挨在一起 面对镜头微笑 2015年2月7日 有媒体爆出 李晨范冰冰司令唱出场 3月2日爆料情人节当天 李晨专程赶速上海见范冰冰 二人在酒店约会两晚 5月29日 范冰冰赛腾讯微占 宣出于李晨前面作影 丁飞文我们 大方成人与李晨正在议令中 这也是范冰冰出道18年来 第一次主动犯大众风暗恋情 电击风暗后 然停停下微博秀文案 虽然高调 但并不会令人反感 尺度把握得很恐 从第一次曝光至今 已经三年半 然而的感情路走得很顺畅 几乎没有任何回闻 虽然一方出现麻烦 另一方一定及时 给予安慰和支持 可以说我们看到了一对恋爱彩模 如今已陈酒欢成功 只能祝福他们以后的路 越走越顺畅